我看到昨天这个奎阳先生发了个推 关于中国正在一步一步的失去国家功能 中国人造就了共产党 共产党筛选出了习近平 习近平毁灭了这个时代 可以说这个推文呢是属于那种比较严谨一概的 关于中国正在一步一步的失去国家功能 我相信很多人之前是没有考虑过的 大家应该知道在中国 人们长久以来关注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那么中国在历史上分裂和中央集权大一统 时间呢是差不多的 严格的算起来 分裂的时间还稍微要长一点 我们看到的千古一帝 很多人能列出好几个人来 是吧连李世明都在累 但实际上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千古一帝指的是秦始皇 秦始皇在中国把黄河帝捏在一起 称为始皇帝 第一个 在他之前爆发了多少年的战争 530年 可以说中国大一统的时代 不算很长久 中间有很多分裂的 包括到宋 在东亚代表东亚的 其实不是宋 宋不是最大的存在 那么 民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地盘也不大 中央集权 和后来人们 把它称为大一统的 这么一种方式 不都是你今天看到的 这么大的版图 更别说 这个 清朝末年 逐渐割给 俄罗斯的 割给撒谎的 你说要真的算起来大 曾经很大 但在历史上 大多数周期内 中国并不像 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到了现代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 领土是继承了清 现代国家的 这些功能 现在看起来好像 是全的 但实际上 正在被摧毁 中央集权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全国实行留官制 而且这个留官 是靠中央政府任命的 一张二指半的条子 你就能掌握一个省 掌握一个地方 能替代他们的是什么呢 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在上海 它的防疫 被东部战区 接管了 事实上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军队 出现在武汉 事发的源头 是武汉 批事研究所 他们的所长 在第一时间 被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陈威少将 接管 就是说 整个疫情期间 人们明确地看到 在中国出现了 由军队干涉地方的现象 这其实已经冲击了 国家的功能 开始进行了军管 那么更多的笑话是什么呢 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很乱 比如说 武汉封城的前一天 国家疾控中心 向全国主要省市的疾控中心 就是它的二级单位 下发了武汉即将封城的通知 让各个主要城市 省份 直辖市 户部及市 都要重视起来 那么接到这份通知的当天 就有地方的 疾控中心的负责人 离开了中国 到了疫情 还没有扩散的国家 完全地摆脱了 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武汉封城以后 武汉人 不轮去北京 针对北京的航班 被停掉了 但是国际航班 没有停 然后关于这个 重新掌握湖北 当湖北的省委常委 武汉市的市委书记 武汉市的市长 都开始把锅甩给中央的时候 期盼把深化经济改革 领导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 陈一新 曾经担任过 湖北省委常委 武汉市委书记的 重新派回了湖北 湖北有一段时间被称为 有第二省委 就是由陈一新 组建了一套班子 但事实上没有获得 对湖北的重新掌控 那么第二次 我们看到的是应用 刚刚在上海 站住脚的应用 赶赴武汉 接管了湖北的权力 当时被戏称为 叫应用就义 那个时候 你就应该明确的能感觉到 地方已经发出了 与中央不一致的声音 今天的中国的上海 我们甚至看到了小区 开始玩自治 把剧友会赶出去 由小区的业主来自己管理小区 你如果不提供足够的物资供应 他们连核酸都不做 这个人们想到的有点不一样 基层的管控开始出问题 那么甚至 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报道 建筑单位 帮上海建立方舱医院 建设完了以后 这几千人想回到自己的 老巢 是吧 回不去了 人家 不给他进 那么你喊别人去做事 地方或者企业 响应了你的号召 最后你没有办法善后 这一件一件事都在剥离 中央的微信 就像剥洋葱一样 你的微信越来越小 不是扩大了 而是正在缩小 当中央威权丧失以后 国家这个形态 就不仅仅是 原先人们认为的 那种非常坚定 如必实质 实际上从 邓小平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 因为他的威望不够 所以他采取了 与地方实际掌握着 这些封疆大力 左派的一些元老 各个三头 去讨价还价 去分配利润 以这种方式 让他们默许了 整个中国 开始右转 开始搞 双轨制 但是88年 一样遭到了反扑 价格闯关就没有成功 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帮人的力量 现在比之前更强大了 邪胖平一己之力 通过十年的时间 要整数 中国已经获得 经济利益 在政商两界 形成捆绑的 这些利益集团 事实上 我们应该知道 这是不会成功的 当一个人 想改变 一个亿的 获利群体 伤害到 他们的范围 伤害到 他们的利益的时候 这种改革 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在2018年 关于 行政编制的压缩 最后人们看到的是 习胖 以及他 主管 体制改革的 这套人马 拿到了两个指标 行政框架 编制 不太配套 行政框架上 栽牌 栽了 22% 很多原先的一些机构 不存在了 被取消了 但是行政编制 只压缩了 不到1% 这也就意味着 他的国家功能 已经很微弱了 当一个极权的政府 向下 安排的任务 逐渐走行 出现了那种 顶层设计很好 下面的和尚 把金连来了 最终 只能自朝 政令不出 中南海 到了这一步 国家功能 还有吗 更别说 最近十来年 从这个 舆论宣传 到外交口 这两个 相当重要的 对外交往 和对内 引导舆论的 都开始出现 巨大的问题 你说什么 中国人 都开始打鼓了 不太信 然后对外 你的宣传 被越来越多的 国家抵制 所以他的国家功能 这十年来 是越变越弱 不是越变越强 那对习胖来说 有没有好处呢 我们仅仅谈了坏处 其实还是有好处的 它会让你知道 整个这个框架 跟今天的中国社会 已经 不太大调了 怎么办呢 加天下 习胖完全有可能 走一条 类似于 袁世凯的道路 事实上 甚至在 官制上 都会 重新 走向 地址 可以说 共产党 创立之初 有过自己的理想 上个世纪 这个世界上 有六十多个国家 在玩 社会主义 到了今天 除了中国以外 其实 已经没有什么 体制上快的 这个国家 还在玩这个东西 习胖 跟中国共产党 捆绑的 非常紧密 当他的神话 破灭了以后 人们不仅仅 会指责 习胖的 道行律师 其实也会完全 摒弃 一档专制的 这种心态 来找到一个 更合理 建设中国 与世界 能够进行 融合的 这么一种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习胖摧毁了 一个畸形的国家 对建立一个 贺务共产党时代的 中国 没有人 功勋 能够超过它 好了 谢谢大家 对那就 谢谢大家